全新的Fundam 4 Pro相机 配备1英寸2000万像素影像传感器 用户不仅可以使用普通色彩模式 拍摄生动艳丽的视频素材 还可以使用Delock色彩模式 提升视频记录的宽容度 为后期调色带来极大的灵活性 进入相机设置 在色彩选项栏点击Delock模式 可使用自动曝光进行拍摄 以获取正确的曝光 Delock模式下 需选取较亮的有明显纹理的物体 进行自动对焦 较暗物体不利于自动对焦的进行 若是用M档可参考内置的EV值 来确定曝光参数 在强光下使用Delock模式时 建议搭配ND减光滤镜 以匹配最佳光圈和快门 这里我们以达芬奇软件为例 进行讲解 将Delock色彩的原片 导入达芬奇视频编辑软件 创建时间线并进行剪辑 进入调色界面 调整LIFT Gamma Gain 将画面亮度对比度 匹配到合适水平 参考波形图 以控制高光和阴影的阶段 一般适当调低LIFT 调高Gain 即可获得对比度合适的画面 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饱和度 或做其他更细致的调色处理 为节点应用适当的3D LOT 进行套用氛围色 选择适当的区域 进行局部二级调色 最后渲染输出即可 通过拍摄Delock色彩模式视频 并进行后期调色 用户可以灵活地创作出色彩风格 符合个性化需求的作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